第1843集 孙强听着叶好轩的话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其实他不是太明白 叶好轩到底在说什么 好了 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吧 那个基地 也就是培养你们的地方 在哪里 在 在京城附近 这基地 是居无定所的 从我接师开始 基地就转移了好几次 所以我并不知道 他们最终的据点在哪里 他们培养你们 不仅仅只是卖艺吧 你知不知道 关于你们班主更多的事 或者说 你知道基地的主人是什么 不知道 他们很神秘 也很小心 他们除了到各地卖艺之外 还会兼职送一些包裹 送包裹 叶好轩的眉头一皱 在哪里送 每到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会送 而且我们从来不知道 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说 你都到过哪里 很多地方 但大都是大都市 用班主的话说 大城市的人有钱 同情心比较泛滥 我们在那里也比较容易赚到钱 孙强回答道 好了 我知道了 叶好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对于孙强的回答 他心里已经有点输了 只是现在他还不太确定罢了 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些东西 那 我能拜你为师吗 孙强期待地看着叶好轩 我想变强 我想保护他们 我也想让坏人受到惩罚 拜我为师 我可能没有时间教你东西 哦 孙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 但是叶好轩随即微微一笑 可是我可以找人教你 我保证会让你变强 不敢说天下无敌 但至少你有自保之力 你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弟弟妹妹 谢谢你 孙强不由地一喜 他对叶好轩深深地一鞠躬 这才离开了 又过了一会儿 王铁柱赶到了 现在王铁柱可是叶好轩 在这京城里面最大的情报网的头目了 他看到叶好轩不由地咧嘴一笑 哎呦 头儿 好久没见了 是啊 好久不见了 最近兄弟们都可好 哎呦 头儿 大家都好着呢 呃 只是大家都会对你有些惯念 回头我们可得一起去喝喝酒啊 嘿嘿 王铁柱还是改变不了军人的作风 他大笑道 啊 给人一种十分豪爽的感觉 行 没问题 改天找兄弟们喝酒去 不过 你得先帮我查点事情 没问题 头儿 你说查什么吧 王铁柱来了精神 自从叶好轩出国以后 叶好轩接触的那些层面 都不是王铁柱他们能接触的 所以他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叶好轩的任务了 现在叶好轩主动说有任务 这让王铁柱很兴奋 事情是这样的 叶好轩就把自己的事情 简要的说了一下 他吩咐道 主要就是查查 这些四处卖艺的人活动地点在哪里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头儿 据你这么说 我怀疑这些家伙们 是用卖艺做掩护 然后四处送毒品一类的东西 听了叶好轩的话 王铁柱思索了一下 我也有这方面的怀疑 但是于少公这个人 十分的自封 他认为自己的智商高 他也觉得自己是赚大钱的 所以一般的毒品 他看不上 所以我现在要查出来 他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的关系往事怎么样的 没问题 头儿 你放心吧 把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保证 让那小子原形毕露 好 事情就交给你了 也有消息 第一时间回来告诉我 好的 没问题 嘿嘿嘿 王铁柱微微一笑 他一个闪身 快速地走出了房间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叶浩轩笑了笑 王铁柱还是那样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风风火火的 给人一种十分干练的感觉 既然事情都已经安排下去了 那叶浩轩也就没必要在这里待着了 他相信以王铁柱的实力 恐怕不会超过三天 就会有消息反馈回来 他只需要在这里等着王铁柱的消息就行了 于少 我已经报上你的名号了 但是叶浩轩那家伙是一点也不满你的账 此日清晨 在京城的一幢别墅里 于少公一边在漫条斯里地吃着早餐 一边听着王铁柱的报告 于少公有着良好的家事 他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所以即使是他在吃东西也显得十分的优雅 餐盘中的煎蛋也被他切成一块一块的 涂上了番茄酱 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着 单单是从吃的这一方面就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十分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然后呢 于少公听着王铁柱的话 他整个人显得十分的平静 他知道 这家伙一定是把事情添油加醋了 他回来以后 对京城能威胁到他的人 都做了一番研究 而且尤其是对叶好轩的研究 更是他的重中之重 他清楚叶好轩的为人 他也清楚叶好轩办事的手段 于少 那家伙太嚣张了 他完全不把你放到眼里 这一次 他把我们的两个手下给弄了进去 李三是我们的网点的重要联络人 而且那支艺术团也是一条重要的送货团 暴露了没有 于少公皱了正眉头 暂上还没有 不过以我对叶好轩的了解 那家伙一定不会善把甘休的 他一定会抓紧时间 查我们的那个联络点 王延知道 叶好轩这个人 做事完全就不按套路出牌 他也十分的不讲理 如果他真的不讲理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机会在这里说话 于少公小了 他了解自己的手下 他也了解王延之这个家伙 说白了这家伙就是一个小人 他在这里添油加醋的说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出手对付叶好轩 因为叶好轩扫了他的面子 这家伙感觉到脸上无光 王延之一愣啊 他这才意识到 他这是在跟谁说话的 他也清楚眼前的这个人 不是他能利用得了的 他只得作罢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什么路 于少公微微地一想 您也要清楚现在京城里 谁说了算 可是于少 您的身份地位 一点都不比叶好轩差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凭什么 他能在京城里面呼风唤雨的 凭什么他敢扫您的面子 王延之问道 就凭他是医生 于少公终于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刀叉 他淡淡地说 叶好轩在京城经营了这么多年 而且他的声望极高 我刚从国外回来 对京城不熟悉 而且人脉圈也没有他广 如果这个时候我跟他硬碰硬的话 吃亏的人终究是我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现在 就要看着那家伙在京城里面嚣张 于少 您又咽得下这口气吗 咽不下去 感动我的人 叶好轩也是没谁了 不过 这是我和他第一次交锋 我得知道他有几斤几两才行 所以 急不来 慢慢地跟他玩 王颜值张了张嘴 他想再说什么 但是看于少公现在的样子 他也不好说什么了 毕竟对方的态度 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他只得闭嘴 于少 龙少约您一起去打高尔夫 而且他说有些事情 要找你商量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进来说 行了 我知道了 于少公微微地点点头 管家优雅地一躬身 然后走了出去 室内又剩下了于少公和王颜值两人 行了 我要出去一趟 龙无言约我出去 应该是商量如何对付叶好轩的事情 他在叶好轩的手里吃过亏 这么一来 我们岂不是又多了一位盟友 于少公微微一笑 于少 您不知道 叶好轩在京城里树敌很多的 如果你要找 盟友会很多的 不 普通人就算了 他们拿叶好轩没有办法 既然我们要找盟友 那就找一些强劲有实力的 可是 那龙无言是谁 为什么以前我都没有听说过他呢 亡颜值微微地一愣 他确实是没有听说过龙无言 毕竟龙林是一个特殊的部门 龙无言就算是身份险赫 也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人能够接触得到的 所以他没有听说过也是正常 这不是一般人 你没有听说过也正常 这家伙 是想利用我对付叶好轩 但是如果他真的把我当成一个二世祖的话 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 虞少隐藏得深啊 王颜值佩服地说 确实 虞少公在圈子里的表现 就是一个喜欢结教一些胡朋狗友的人 但是 也只有他自己的人知道 这家伙有多厉害 他有多功于心计 只是他平时都不表露出来罢了 高人都是深藏不露的 虞少公笑了 脚外 高尔夫的球场 玩高尔夫的人群都算是比较高端的人群了 龙无言带着几个妹子 在这里玩的是不亦乐乎 这家伙拥有龙脉传承 实力也十分的不错 而且他对于球的把控十分的精准 几乎是一根进洞 龙无言摆好姿势 然后一根击在球上 白色的球高高地飞起 然后准确无误地进入了洞中 哇 龙无言好厉害 你是怎么做到的 教教我吧 一边的那些女孩子们 欢声笑语 这是我的独门绝技 想学呀 先献上身来 龙无言哈哈大笑 他把手中的球根一甩 然后把几个女人给打发走了 龙少打得不错呀 于少公带着一副墨镜 在一边的躺椅上休息着 我们这类人大进去几个球 没有什么好知经的 于少 我听说也好学那家伙 和你底下的人起了点冲突 没错 是起了点冲突 龙少的消息真灵通啊 于少公微微地一笑 也是手底下的人不长眼 招惹谁不好 偏偏却招惹了叶浩轩 说真的 您和他的身份差不多 那家伙这样做有点过分了 他这样完全就是没有把您给放在眼里 龙少 不开心的事情就不提了 唉 于少公做出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好 不开心的事情不提了 不过于少 如果你想对付那个家伙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们两个合作 我就不相信 那家伙还能翻了天不成 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倒想和龙少合作一把 于少公哈哈大笑 就在这个时候 于少公一回头 看到了一个身材相貌 都十分漂亮的女人 那个女人戴着墨镜 穿着一身休闲服 背着球杆来到这里 当他摘下墨镜的那一瞬间 于少公这家伙明显的有些失神 太完美了 女神哪 于少公看着那个女人 他喃喃地说 没回京城的时候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 京城居然会有这么多鸡品 龙少 那女人你认识吗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我是女神 这是你 对了 当我们的名字 有两个人 有一点 我最后orable 你对了 那么真是 我只得过